2、3、4、5、6、7 不是 3、4、5、6、7、8、9、10 咦? 剛才在哪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宮阿雲Karen 前一陣子在網上 大家都熱烈地挑戰這個400次咖啡 近來就有新東西可以挑戰和玩了 就是這個 哇 這個真的一想起這個1000次用手打 就已經覺得手好酸 比我現在開機 我現在開機都換了手 其實我在3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嘗試玩過這件事了 只不過我就沒有拍出來 因為那時候的結果是完全失敗的 變成黑色 真的是一個致癌的系列 不過我就為了不浪費食物 我都只要吃入面那些餡 那外面那些就刮出來了 這次我就要再挑戰一次 希望這次你就不要再失敗了 希望 現在我們看看究竟需要什麼菜簾 好 首先呢 好 首先呢 就把蛋打進去 要分開蛋白和蛋黃 make sure 這個蛋白的盤子裡面 是乾啦 沒有水啦 沒有油啦 還有呢 千萬千萬不要碰過蛋黃 要不然呢 就會噴起了 把蛋黃就放在另外一邊 要打這個蛋白 一千次 想起我都覺得手酸 哦 開始數了 1 2 3 4 夾在手上 四百次 四百次又會變成這樣的質感 我就在這個時候就加點糖進去 大約半茶匙的糖 再說啦 5 2 3 4 5 6 7 8 90 1 2 3 4 5 6 7 8 90 2 2 3 4 5 6 7 不是 1 2 3 4 5 6 7 8 90 咦 剛才在哪裡 差不多完成了 好累啊 我的手感覺就要脫掉了 不過在中間我發現我正在數的時候 數到一百我就停一下 就會有時間休息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辛苦 有些人我看到那些人是 是一次過一千次是沒有停過的 那些真的超辛苦 怎麼搞的 質感就會變成400次咖啡 就會有一個噹噹的 好像一個cream 在這個時候就把小小的蛋白 混入蛋黃裡面 攪拌一下 真的要溫柔的 要好像我說話那麼溫柔才可以的 如果太暴力 那些空氣會流走 那它就不會很fluffy的了 我忍受不了我自己這麼說話 然後就把其餘的東西倒進去 原來我家裡的裝備都不是很齊全的 因為我真的有什麼就用什麼 給蛋白和蛋黃做朋友 很溫柔的 開爐小火 下牛油去鍋裡熱一下 煮熱一下 放個蛋漿 放在中間那裡 我會慢慢在中間那裡加上去 會令到它厚一點 記得不能放太久 因為這個空氣是超不持久的 放太久它就會變成普通的蛋了 然後我設定時間 我設定時間 我設定3分鐘30秒 因為我其實都試過我的爐 是3分鐘30秒是最合適的 加一點水 在鍋裡 不要碰到 這樣就會容易 快熟一點 中間蓋上 蓋上 讓它焗一會 最近有人介紹我做這個 日式的梳乎里班戟 我在網上學 我都會常常在那裡練 怎麼做梳乎里班戟 因為要掌握時間 要很精準 手勢要很純熟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吃的 日式的梳乎里班戟 真的不只是好吃 你看的時候 這個樣子有沒有樣子 真的挺難的 因為其實要控制它 確保它熟 你要控制蛋的空氣 做了很多次這個練習 這次就有勇氣再挑戰 之前失敗過的 這個1000次梳乎里恩戟 現在看看什麼狀況 這個過程真的要很 要小心地翻開它 色不錯 黃金色 真的個人的梳乎都不同 我認為是三分款 你也要研究一下 究竟你的梳乎最漂亮是什麼時候 原來這個位置是最困難的 真的不能繞太久了 這麼凍 好可愛 它很滑 剛剛很金黃色 好 現在又到了這個試吃的環節 好幸福的蛋 有空氣的蛋 嗯 蜜糖和這個蛋 是一種很奇妙的化學作用 可以令到蛋的味道提升 另外一個可以提升蛋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茄汁 我先試用茄汁 我還是覺得蜜糖的味道 可能蛋夠鹹 你加點甜的話 它就會中和那個鹹味 就會有一種奇妙的味道 不過蜜糖都差不多吃完了 因為我經常吃那個班戟 梳乎里 梳乎里班戟 都要用蜜糖 上一段影片 就是做這個 馬來西亞咖哩雞 其實很多朋友 都傳他們做完的照片給我 所以在這裡 都要表揚一下他們的作品 真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甚至是做得比我更好 自己各有發揮 又加上魚蛋 腐竹 等等 我覺得是很有創意 和自己的風格 這次我要挑戰大家 做這個 一千次梳乎里 Omelette 做完之後 記得按照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如果你想追蹤我的IG 或者Facebook 歡迎大家去到Karen Kong Music 我的影片下面 有一個鈴鐺 按一下 我一出新影片 你就可以收到 即時的通知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牛丸你在後面做什麼 全世界一天見到他 他在舔舔舔 嘩 你舔得很開心 牛丸 不要碎了 對 拜拜